王赫蒂的被区别对待 让跑男的不公平 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要是说到最好看的综艺节目 那跑男是必须要占上一个名额的 纵观所有的综艺节目 跑男绝对是做得最长的一档了 从开始到现在 节目已经播出到第12季了 而且每一季播出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样的成绩 真的是很多同行渴望而不可及的 这么多年来 跑男这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 可以说是经常变幻 相比之下 这两年其实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只有个别成员因为翻车而换人 并没有出现过大换血 这一季的常驻嘉宾一共有八位 分别是李晨 郑凯 周深 白露 沙艺 范诚诚 宋雨琪 张真元 实话实说 纵观整个娱乐圈 这样的嘉宾阵容已经算是相当豪华的了 要人气有人气 要搞笑有搞笑 这样的强大阵容节目怎么能不爆呢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只请了一位飞行嘉宾 那就是王赫蒂 话说王赫蒂的人气和综艺感都是相当强的 可谓是一个人就能顶好几个人 当然 王赫蒂也算是跑男的老朋友了 来过好多次 每次都有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王赫蒂和范城城两个人碰到一起去 一对显眼包 简直是能把人笑疯 只要看过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上次王赫蒂来的时候 在四名牌中被范城城一下子就撕掉了 可以说毫无参与感 为了能让王赫蒂一血前耻 节目组在本期节目中 给了王赫蒂一个卧底身份 老实话讲 跑男这档节目有卧底的玩法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可以说经常会玩 不过 这次王赫蒂的卧底游戏 让人看得极其尴尬 因为它受到了节目组的偏爱 王赫蒂的被区别对待 让跑男的不公平 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 游戏有力 前面两个游戏都是体力游戏 王赫蒂卧优优势 第一个游戏是比谁跑得快 这对王赫蒂真的是太有力了 毕竟年轻 而且腿长 运动细胞还好 第二个游戏是比谁更灵活 胳膊肠也是比较卧优势的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王赫蒂就拿到了卧底身份 再加上两个游戏都比较有力 他可以说轻松获胜拿到了换卡机会 我觉得节目组是故意给王赫蒂放水的 要不然完全没有必要在一开始就给他身份 第二 集卡有力 王赫蒂只需要集齐三张有自己的卡就可以 几星都行 对于其他人来说 想要集齐一个人的三张卡 那必须是一星 二星 三星都集齐才可以 但王赫蒂是任何三张都可以 按理来说 卧底的集卡任务应该更难 但王赫蒂这个卧底的任务 却比普通人还要容易 难道说 这真的不是节目组在开后门吗 第三 有帮手 作为卧底来说 王赫蒂还可以找一个帮手 这对他来说 完成任务就更加容易了 实话实说 不管找谁都可以提高胜率 第四 单手戴手套就可以 根据规则 作为卧底来说 王赫蒂需要戴上手套 撕掉其他人的名牌 才能让其淘汰 本来这个规则 还是可以让卧底有一些暴露风险的 但没想到 节目组却说单手戴手套就可以 一个手是正常的 只需要把另一只戴手套的手 藏起来就可以了 基本不会被人怀疑的 第五 淘汰方式不对等 王赫蒂撕名牌就淘汰 别人撕他 需要把名牌放在台子上 对于王赫蒂这个卧底来说 他淘汰人的方式 简直是太简单了 只需要撕掉名牌就可以 不过 普通人想要淘汰王赫蒂 或者是范城城 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本身撕名牌就是一件难事 因为王赫蒂和范城城 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 再者说了 就算是打名牌 想要撕掉之后再放到台子上 那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 毕竟这个撕掉名牌到 放在台子上这个过程中 卧底还是可以抢夺的 卧底和普通人淘汰人的方式 有着很大差别 很显然 卧底要更简单 我真的想问一下 难道这不是节目组在对王赫蒂放水吗 第六 撕名牌换卡 混淆试听 普通人换卡片是需要撕名牌的 这对卧底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 话说在普通人的脑子里 撕名牌不淘汰 双方互撕换卡片属于正常游戏环节 但是卧底撕人是要淘汰的 说白了 卧底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明的话术去骗人 可以说 普通人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规则简直就是为了帮卧底获胜而设定的 第七 各自为战 王赫蒂和范澄澄一对都是卧底 其他人却都是各自为战 在一开始的游戏设定中 九位嘉宾全是个人战 但从头到尾 王赫蒂和范澄澄都知道他俩是搭档 这公平吗 即便是大家知道了有卧底之后 那所有人也依然是个人战 换句话说 普通人既要和卧底为敌 还要和普通人去争胜负 要不然是赢不了的 在以前的卧底游戏中 一般都是卧底对普通人一对 这样的话卧底想赢也就非常难 这次普通人个打个的 这在无形中可以说就帮了卧底的忙 第八 不用淘汰所有人也能赢 王赫蒂的任务是 淘汰所有人就能独吞四张金卡 但就算没淘汰所有人 他依然是赢家 如果要是只有一个普通人完成任务 那王赫蒂可以有三张金卡 有两个普通人 那他就有两张 即便有三人兑换成功 王赫蒂依然有一张金卡 只是没有范澄澄的份了而已 这期一共有九位嘉宾 可以说卧底只需要撕掉四个人的名牌 就能有金卡了 那么问题来了 撕掉四个人的名牌难吗 从整期节目来看 王赫蒂和范澄澄两个卧底在暗处 其他人都在明处 而且还有那么多有利条件 说的难听点 两个卧底根本就不需要偷袭 守住待兔都能有人自投罗网 一整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对王赫蒂和其他人 真的是太区别对待了 把不公平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心希望节目组后期 能把游戏设计得公平一点 卧底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获胜 这真的有意思吗 白鹿范澄澄 突登热搜第一 在跑男里的互动 被指没有边界感 白鹿和范澄澄 在奔跑吧节目中的亲密互动 引发网友热议 关于明星界限感引发深度思考 网友观点各异 反映现代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和期待 在现在这个信息多到爆炸的时代里 热搜榜就像是个大舞台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在上面上演 就在6月29号那天 白鹿和范澄澄这两个名字 突然就冲到了热搜榜的第一名 让很多网友的手机浏览器 瞬间就被刷爆了 大家原本还以为 这可能是某个明星恋情要公开了呢 结果点进去一看 原来是因为他们在奔跑吧 这个节目中的一个动作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范澄澄在节目里抱着白鹿 然后还把颜料图在他脸上的那一幕 就是大家热议的焦点 网上的评论和留言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人觉得这种互动有点过火了 没有把握好分寸 也有人觉得这只是节目效果而已 没必要想太多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看着很温馨 奔跑吧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都是靠着轻松愉快的气氛 吸引了不少粉丝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成员们的形象越来越固定 节目的收视率也开始下滑 这时候 新面孔的出现就变得特别关键 但是 这件事情在短短的几分钟电视画面中 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却在网络世界里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响 大家开始怀疑 这种亲密的表现 放在一般的娱乐节目里 到底合不合适 在这场争论中 大家的意见分成了两派 一方面 那些坚持传统家庭观念的人 对此表示担忧和质疑 另一方面 年轻人则更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人际交往方式 说到演艺圈 那些明星们的互相交往 总是能让大家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以及那些打造出来的假象 比如 最近白鹿跟范城城在奔跑吧里的那段亲密互动 就引发了大众对明星们所谓界限感的深度思考 要说电视节目这东西啊 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 常常被人们当作一面镜子来看 可以看出我们社会大部分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 说到界限这个词 它通常都是很抽象的 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用数字来衡量 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舒适区在哪 然后根据这个来判断什么样的接触 会让自己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可多了 包括法律法规 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等等 当网友们看到范城城对白鹿做出那么亲密的动作时 大家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 有些人觉得这只是他们好朋友之间的互动 或者说是亲切交谈的表现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身体接触在公开场合下 实在是无法接受 就算是为了娱乐节目效果 也不能超过个人舒适度的底线 这起事件背后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 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 如何才能设定出合适的界限呢 身为观众的你我是否也需要像看待问题一样 好好审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呢 我们真的有资格因为别人在那种特定情境下传递的情绪 就去批评甚至责备他们做出的决定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